把最后这个print 主要就是看一下里面东西 如果说我还希望把底下东西几个学生 总分平均最高最这几个都做出来的话 那怎么做接下来特别说 基本上我是建议如果以后你不太会写的话 还是分阶段 解决问题比如第一个你先print确定 资料已经放在串列OK 第二个你再去做后面慢慢慢慢逐步的做 我想比较容易成功你不要 一下子想要跳到最后面那很容易失败的 所以逐步逐步的把它完成 那第一个我们已经 把这个都OK了 第二个我底下是把之前的 那个 的程式在底下 所以我可以把这底下的东西 注解先取消掉 但是其实蛮多地方可以不需要哪些地方 第一个 scall其实可以不用 因为我们本来是建一个空的 所以这个空的基本上它已经split进来了 所以它里面已经不是空 如果你又等于空的话 它里面就就把它去掉了 就把它去清空 那反而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 这一行可以删掉 那再来的话呢 Total这个 后面要加总这个一定要留 然后insgo的话 其实可以不用 因为insgo我们好像不用 append这些都不用 所以insgo到底下这些append 都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已经用读取了 OK 所以这些全部可以砍掉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它print出来 即位 学生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total部分 total我们本来sum的时候 scall里面 它因为里面是放的是 那个 整数 所以它可以用sum 但是现在我们用那个split切割的话 里面呢 全部都放的是 字串 文字吧 所以如果你要 特别注意 你用sum 它会失败 它会跟你讲说 它没有办法帮你加种 因为你给我文字 我怎么帮你加种 OK 除非你要转型 但特别注意哦 你串列里面应该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值 所以你不能说 只有同学 职业什么 职业刚才 想说anti 有没有 转换 特别注意 因为它不是一个变数 它 它是一个变数 它里面不是只有一个值 所以它不能这样转 所以这个方法 它不接受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好 用一个回圈 有没有 一个for回圈 也许我们就用那个 之前 用的那个for for I in range 然后呢 这边不用简移 到那个L1N 它总长度 我停下来 OK 也许总共里面 1N区里面总共123456 7个人 7个人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 0123456 OK 这边是7 所以就是到6 停下来了 OK 那接下来特别需要 这个累加部分的话 它是读 读过来的东西呢 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字串 所以我要累加的时候 我把它读出来 我外面再加一个int 在这个地方 把它转型 转型之后的话呢 在total 等于total加这个东西 这个之前讲过了 你可以用加等于 这样比较 这个写的比较简单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把它累加之后 就可以算出它的平均 然后最后把它结果出 所以其实主要 就是这个地方可能会是问题 其他 应该都比较简单 最后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print出来 这个其实也可以不用print 我把这个 把里面的纸线 就不用再输出了 我最后呢 希望能够把 它里面有几位学生 然后把它加总 total 然后最后平均 跟最高最低把它输出 知情 OK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看到 一样 总共有7位学生 总分也帮我加好了 然后平均 最高最低 看一下最高最低 97分 应该没错 41分 没错 OK 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可以快速的把 资料 先读到 一个串列里面 OK 那当然未来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然后面其实还有个练习题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先试一下 在 云端白板里面 有一个 那个member OK 这边有个member 学生成绩 学生成绩这个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里面有国文 英文 数学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些东西 帮我读到哪里 读到也是一样 拍上里面 然后帮我加总 但是加总特别注意 我是要国文 跟英文跟数学是分开的 国文一个 加总 然后国文的平均 国文总分 国文平均 然后国文的 最高分 国文的最低分 这里的话 还有一个困难点 就是国文最高分到底是谁 比如你要把刘小娃告诉我 那这里的话就 更困难了 所以如果假设 我们有点像在 在用Excel 那个概念 只是说在Python里面 相对好像没有Excel 那么简单 Excel直接看到 马上就知道 在Python里面怎么做 也许 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可以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部分 我有把它 放在云端上面 这个是步骤一 步骤二 另外的话 写档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以后如果你们要写档 我们刚刚不是 用R模式读取 以后如果说你要写档出去的话 其实还可以怎么样 比如说我今天 我要把成绩 写到那个 假设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动作 如果这个不要做 没有做 没有用手动做的话 那我们可以 new一个新的module 那就名称也许就是 用中文名称好了 将成绩 写到那个 OK 成绩写到文字档 Cancel一下 其实只要两行就OK了 就是两行 而且蛮好记得 我用什么 Open 一样是 只是说后面的模式改成 W模式 接下来的话 你就用一个方法叫write write就写出去就可以了 把这些东西 帮我写到一个档案去 这样子就OK了 也就是我们刚刚如果你不要用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new file 那你要用程式自动产生的话 只要这样把它执行 他就帮我写出去了 OK 这个时候就有了 目前没有 你想说老师 他档案在哪里 特别注意 他不会自动更新 所以你要帮他更新 他怎么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更新叫什么 refresh 有没有 你就把它refresh一下 重整一下 OK 有没有看到eng出现 特别注意 refresh一下 打开之后 是不是这些成绩呢 如果是的话 你会发现写档怎么这么简单 有没有 写档其实就是只有这样而已 两行程式 档案就写出去了 所以未来你要写档 你要读档 在python里面 我是觉得 真的很简单 有没有 应该 没有复杂吧 write 然后把这些字串放进去 他就帮你写出去了 OK所以请各位也练习一下 刚刚主要重点 一 把 那个串列部分 读进来之后 也把它print的结果 第二的话呢 练习 就是把这个档删掉 然后试着用什么 用那个程式的方式 产生档案 写出 不过这边 这个按右键 记得在这个上面按右键refresh 他就出来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这个单元主要是 多再延伸到那个 Python里面 如何处理那个 档案的 读取 跟 写入 OK 读跟写 所以其实这部分 以后一定还是用的到 档案的读跟写 我是觉得在Python里面 处理这些东西真的相对简单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还不太会用资料库的话 没关系 你比如网路上爬下来的资料 你如果不太还不太会 塞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没关系就是 你把网路上爬下来的东西 先写出去一个档案嘛 先把它存起来嘛 等到存完之后你下一阶段再来看 怎么把那个档案 再丢到资料库里面去 这样不就OK了 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的话我们也会再延伸 讲一下有关 如果说 类似像Excel那样的架构 比如说我Python要处理Excel 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可以直接拿Excel 就是先把它转换 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直接转CSV最简单的 CSV 那CSV转出的东西呢 那Python直接就可以读取 很简单 所以以后最简单的方法 你如果Excel 你要直接丢给Python的话 你就另存新档 CSV就可以 另存新档为CSV 那他就马上可以读取了 这就是完全不用 去做一些外挂的动作 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呢Python里面有很多的外挂 他可以直接让Python 直接去读取Excel的那个 XXX那种档案格子 可是我是觉得 还是有点麻烦 为什么 你还要先装那些外挂 然后你要用的时候 你还要再把那个物件 给产生 产生完之后你还要再知道说 他里面有哪些方法 然后哪些方法对应到的 哪些物件 是接什么工作表物件 范围物件 Sales除了物件 当然也OK 可是我觉得好像 如果你如果你的东西不是那么复杂 我干脆最简单的话 你刚才转CSV 那些问题 暂时你可以先不用解决 除非说你每天都会用到大量 Python跟Excel之间好像很多的转换的话 你再用那些物件 我觉得那些 外挂我觉得是比较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 外部读取 到串列并且输出计算结果 第二个是 这个学会怎么样把 成绩写出一个 纯文字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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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